你喔 過兩國來 又是伯伯 啊 這麼好看啊 這麼漂亮啊 放在你們家的 客廳這麼好看嘛 喔 我很不合分啊 那一本 是用多少時間寫啊 就是你已經要討論了 所以你不懂只說 上課 之後你就覺得說你都知道一切 當然啦 上課啊 你會知道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你不知道 我們兩千港人 十月二十去控告美國 美國以後 我們有一個結論 美國有五個看法 第一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政 我問你一個問題 日本天皇的國政是什麼 再說一次 日本天皇的國籍是什麼 是日本的牙手 日本 日本天皇的國政 你沒有牙手是什麼意思 日本天皇不是日本國政嗎 日本天皇請舉手 現在不簡單 要給你演不簡單 不錯 台灣人被騙過 我也知道 日本天皇沒有國政 為什麼日本天皇沒有國政 我看你 也對 我看我們很多 有日本朋友的 現在日本人來 換你把他創作的 你說 你日本天皇國政是什麼 我跟你說 差不多八十到沒出來 因為日本 第一次世界一年以後 日本人的膽子都被美國拿走了 怕死了 日本天皇沒有國政的原因 就是因為 在萬國公法裡面的規定 日本天皇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他本身的天皇他要效忠 效忠他自己 所以他沒有國政 所以日本天皇那個兒子 兒子也沒有國政 但是他們那個兒子 路邊找日本人結婚的時候 因為他們先生是日本國政 他才我日本人 變成日本國政 所以 美國人跟美國人結婚 他的兒子是 美國人 日本人跟日本人結婚 他的兒子是 日本人 中國人跟中國人結婚 他的兒子是 中國人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外南人 跟台灣人結婚 他的後生的國政是 越南人 為什麼 台灣人沒有國籍 所以現在中華民國很夭壽 因為外南的新娘 叫他就要放棄他的國籍 人家有國籍的人叫他 放棄才能讓台灣 現在放棄 結婚 蓋離婚 離婚以後 他們母要回家 不能回家 他放棄了 你看看 不能回家 他放棄了 他已經放棄了 所以 你如果台灣人跟中國人結婚 你的兒子是 中國籍 你有怕到嗎 沒錢沒錢 我的兒子變中國籍 這樣 不是我啦 我不是說我 因為網路有跟他公家說 我去帶中國母 他其實是母子 說得有腳有手 還有生一個嫌子 不要說兩個 實在沒有啦 在這個國籍法裡面非常清楚 台灣人現在是沒有國籍 暫時 什麼時候台灣人才有國籍 我告訴你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的教室又又在了 所以日本天皇他只要有一天他任命某一個人當作 台灣總督 一任命的那一天開始 台灣人的國籍就跑出來了 日本 帝國的國籍 就是大日本國籍 這大日本國籍就是 台灣總督府 的國籍要再到的 這太親了 這是在高級班才要上的 我是 先說給你噴噴一下 真親耶 你不要看這個 真的真親耶 但是我如果說一聲就跳去那 你會聽不懂 所以為什麼美國 也好 歐洲一些比較強的國家也好 現在都來你幫我學戰爭法 我相信我是戰爭法來說 全世界是TOP10 TOP10你聽得到嗎 我拼整本打破這樣而已 不管你說我自負也好 臭皮也沒關係 真的 你知道西老爺說那男孩的時候 他那男孩 他講的那個論述是叫什麼什麼的 叫我什麼的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請我兩次飯 去問說 金閣群島釣魚台是誰的 我告訴他很清楚 你聽得清楚 有請我吃飯 在外交部吃飯 你聽得清楚 釣魚台 是台灣的 台灣是 日本天皇的 所以釣魚台是 日本的 聽得他們都說話 但是他知道他後 他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在說 當尖閣群島釣魚台的時候 他就不敢亂講 這是付出的 這個所謂 尖閣群 這個問題在 我告訴你 很清楚 給你聽 尖閣群這個問題 是在1895年的 1月14號 因為1895年的 4月17號 是馬關條約簽署 但是馬關條約簽署的 1月14號 日本天皇